现在我们来看这个GeoGebra怎么画那个Vorion of Revolution 找一个function 然后我们做要怎么做 首先你进入这个网址对不对 GeoGebra.org 然后你Enter它就会出现这个 OK我们就选这个3D Calculator 3D的 它就是一个3D可以转来转去 XYZ三个轴 OK我们先打一个function 我的function是sideCurve 假如是sideCurve 然后你这边就放X 然后你就限制它 假如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fx fx等于if 我要给它范围嘛 给它范围 假如是从0到 0到pi 0到pi 小过等于x 小过等于pi 直接打 逗号 它就会画出来了 它会画一个0到pi 90度的 这是我的sideCurve Enter 它就会出现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要把这个轴放大一点 你就按shift key 在这边拉 拉长 再XO拉长一点 这个拉长一点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可以移动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sideCurve 对不对 XY轴 觉得不够长 你就把它拉长一点 这个可以拉过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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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个sideCurve 然后我用slider 就是A等于1 因为我要告诉这个面积 绕X轴 或者绕Y轴转 现在绕X轴转 A等于1 slider 然后它就出现这个范围 你就去这三个点这边改setting 改setting之后叫做这个keyboard slider 看的话这个slider 跟它minimum-5 -5这边改成0 因为我从0到360度转 然后这个是maximum maximum是2pi 2pi 这个5去掉 ok 然后increment是要多块 这个用这个减 increment是要是我0.1 0.1 速度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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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ace 用surface 这个function 就是jojibra 有的 function f 然后slider 是a 然后哪一个走转 xacid ok enter 转转转到一个这个可以关掉 打擦 我们可以看 你把这个 拉回去 它就重新开始 那如果你要它慢慢拉你就这样拉咯 这样拉你就看得到吗对不对 看得到它转 那我如果给它自动转的话就按这个 那我如果给它自动转的话就按这个 它一直转一转去哦 它一直跑一跑去看的吧 我要它停我就按这个pause 我不要给它转一转去我给它转一次就好了 在这边改slider oscillating 我改成increasing once 一次罢了 它就跑一次哦 它就会停止一次之后就停止 6.28就停了 那我们就可以拿来看一下 它转吹的 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太扁了 放大一点 ok 没有 如果 它转回去 你慢慢看 转回去 它拉回去 这是原本的吗 所以它转360度之后 就是一个volume 这是我们在 讲计分的时候 讲这个立体图 经常要用到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告诉 这些生 这个做法 看到吗 任何个房券都可以把它 拉出来做 都可以拉出来做 这个就是一个volume of revolution的例子 那你们可以自己去testing看哦 可以试试看做一下 各种各样的 这个是side curve的 然后视频就到这里了 视频就到这里了